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都陵网络新闻 首先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多云 夜间晴间多云 温度18摄氏度至28摄氏度 东北风转北风二级 明天天气多云 温度18摄氏度至26摄氏度 接下来为您带来今天的信息 从6月18日星期六到24日星期五 都陵市民依据传统庆祝San Giovanni主宝圣人节 今年和往年一样 由相关部门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节目 并且依据惯例 当天晚间仍已在波河沿岸的烟花表演结束 今年表演的主题是意大利统一150周年 关于具体的活动安排等信息 请查询屏幕下方的网址 6月24日在都陵将开展多元文化体育活动 活动由阿美赤协会组织在Burgo Dalla一带Burdapla左区域开展 体育竞赛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儿童和青少年参与 第二部分由普通市民均可参与 第三部分由水平较高的运动员参与 除此之外 在Burgo Dalla广场有移民组织的文化展示内容 详情可拨打电话 349-817-6624咨询或查询 阿美赤官方网站 家庭津贴补助政策制定了新的收入水平 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将采用 国家会根据家庭成员的总收入情况 给予收入较低困难的家庭一定数目的补贴 具体的收入情况和相关的补贴数额 请查询Inbis官方网站 2号区在夏季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从现在起到9月25日将会有一系列的音乐 舞蹈 歌剧和电影等活动 并且每个星期都有摊个拉丁美洲舞蹈 乡村舞蹈 音乐会等集体娱乐内容 并且今年与Grant Tora文化项目合作讲解参观在城市和大区里的一些旅游景点 具体的活动日程表请查询2号区官方网站 在巴勒默投降后六星期 加里波地攻击墨西拿 城市于一星期后投降 完全攻下西西里岛 并决定向意大利半岛进发 于1860年8月20日 在英海军保护下渡过海峡 以迅速的方式击退了纳布勒斯的军事力量 9月7日进入纳布勒斯城 民众对其夹到欢迎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